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大陆31个省级的区 从东北到中原到沿海的区的各地经济实力差距巨大 彭博社的报道说 这些差距让一些居民步入发达国家的前沿 例如驾驶最新式的电动汽车 享受个人化的服务等 相比之下一些农村的区的 包括自来水和系统供暖 供电等基础设施仍未健全 从人均收入来说 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高端城市 按购买力调整的人均收入去年略高于五莫三千美元 与瑞士和美国的水平相似 而在贵州 云南 甘肃这三个相对不发达的省份 人均收入去年不到一莫美元 于乌克兰 萨尔瓦多和瓜德马拉相当 不过 分析人士认为 世界上成熟经济体的发展经验表明 中国富裕和贫困的区的家庭收入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 报道援引一位分析人士的话说 中国一线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从2005年的56%缩小到2017年的46% 中国正在从一个布满村庄和农田的国家转变为 以大城市和快速发展的城镇为主的国家 彭博社援引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 中国总体城镇化率为59% 其中最高的是人口居多的广东省 城市比例为70% 相比之下 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的城市比例为82% 泰国为50% 印度为32%